百色市,按战时需求明智防护职责,本报特约通讯员谈原漫9月7日,广西百色某边电站浓烟滚滚,刺耳的防空警报影响在上空,警车,消防车,医疗救护车。 电力抢卸车迅速驶入,专业人员立即投入灭国,救人,抢修,抬上一分钟,抬下十年工,为组织好这场演练,百测市人防办进行长时间的筹划和准备,形成了战时开展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的基本思路。 大型工况企业,科研基地,交通和通信枢纽,桥梁,水库,电站等,均属于重要经济目标,也是战时敌方打击的重要目标。 目前,许多重要经济目标,存在着重建设清防护的问题,看上去高大上,抗毁能力却不高。 2018年初,经过实地勘察,多方要言,百测市人防办选取龙林某边电站作为试点,通过一点待面的方式,推动其他目标单位开展防护工作,业练筹备中,参演单位和部门对防护手段达成功时,明确战前实施紧急加固,卫装设障,一片右放,关键设施转入地下,备份中央数据,战后紧急抢救。 抢写,抢修,消除空袭后果,然而,演练由谁指挥,谁实施行动,谁负责保障,防护所需的人员,参力,装备器材和技术从何而来,上级文件没有明确规定,此前摆设也没有成熟的做法。 此次参与演练的变电站,隶属南方借往摆设供电局,其人,财,物和业务经营,知不受地方政府管理,仅靠目标,单位向极主管部门指挥,很难完成演练任务。 变电站站长黄斌说,该战先有人员仅能维持平时运营,设备检修则需摆设供电局派人支持,平时他们可以成立专业队伍,但战前或变人力不足,需要当地政府和升级主管部门的帮助。 通过反复讨论推演,筹备阻达成共识,按照属地原则,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由当地政府统一指挥,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单位指挥长,演练中,抢设抢修队来自变电站,消防队,医疗救护队,治安队分别来自消防,卫生,公安等部门,摆设供电局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, 让他们成为抢救,抢险,抢修的主要力量,装备器材方面,消防,治安,医疗救护,防化防疫等装备器材,有所在单位提供,抢先抢修专业器材,由龙林变电站,和白色宫电局提供,也利用到的烟雾,加热源,防空警报器有人防部门提供,关系理顺,算纸成全。 笔者在现场看到,整个演练只会顺畅,行动迅速,配合默契,暴障有力,演练中,倒调组还设置一个环节,一名可疑人员突破警禁线,混入变电站内,持刀工巧闹事,治安队员立即围捕,将其控制。 龙林县公安局特勤大队副大队长范永科告诉笔者,他们把变电站当作重点对象加强巡逻,变电站也要有一时的培养治安队伍,以应对战士敌特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。 白色市人防办副主任赵克金介绍说,在市政府支持下,重要经济目标遇到紧急情况时,人防办可以征用社会资源,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,进一步提高的重要经济目标的应急应战能力。 南宁市,军地联合完善防护技术,白色烟幕铺天盖地,五架无人机城回自行盘旋。 9月3日,广西南宁市人防办已该市某大型水库,遭敌空袭为背景,开展紧急防护演练。 该人防办依据水库地形特点,甚至演练赫目,水库周边有山,他们在水库上边释放烟幕,设置山间雾气的战场环境图二。 同时,把干扰器挂在无人机上,将干扰员牵制,与脚板设器互相配合,进一步提高干扰能力突一。 为提高战时快速防护能力,该人防办与驻军建立协调联络机制,依托党第五庄部在重要经济目标附近边组人防专业队伍,所短的机动时间。 组织演练的南宁警卑区副司令员雷九表示,今后将不断整合军地资源,改进防护技术和方法,进一步提高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能力。 李昭,西小林眩影报道。